二十分 四題啊 四題啊 二十分 我猜一題應該是五分吧 對吧 這樣分開很合理 然後多選題呢 有三題 來 占幾分啊 十八分 看起來好像有三 就是一題應該是六分吧 然後填充 填充有十格 十格 占幾分啊 四十六分 對 填充有十格四十六分 綜合題 綜合題有兩題 然後呢 占幾分 十六分 綜合題這兩題裡面啊 怎麼說呢 有其中一題 那個初題老師有指定喔 他要幹嘛 喔 他要做圖 欸 做圖的座是哪個座 是這個座喔 好啦 隨便 他要做二元一次連立不等式的圖形 然後要找什麼點 你猜 對 他要找格子點 所以你已經知道他要跑什麼了對不對 欸 他要做圖 找格子點 然後強調一定要代詞 你沒有代詞 他要夠分 你沒有用死話 他可能不給你分數 你聽到嗎 它一定是個封閉的區域嘛 然後問你在這裡面有幾個格子點啊 你就慢慢數吧 好不好 做圖找格子點 那第二題 他說是仿學測的那個叫什麼 仿學測的混合題 就這樣 那這裡面有什麼有用的訊息 就這個而已啊 其他都沒用啊 對不對 對 就這個而已啊 做圖找格子點 這必考 其他都沒批用啊 單選 多選 填充 綜合 就這樣 對吧 OK 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那我把它擦掉囉 你就知道他要考做圖找格子點 好不好 那記得代詞 記得代詞 就這樣 好 來 那我們看一下 請把課本打開 我們這課本裡面其實很多東西很值得一看 來 把課本打開齁 我想想看喔 今天來跟同學談個什麼東西呢 喔 來看一個 147頁 來 翻開課本到147 我來講課本的進階題 好嗎 我們從後面講回去好了 我們來講第13題 這個第13題呢 哇 這看起來有經過包裝對不對 對不對 你知道前兩天那個韓國 他們考了他們的學測 我們的學測是在50天之後才要考對不對 韓國已經考完 我看他們的題目喔 他們的題目都沒有包裝的 都是直球對決 我就是告訴你 我要求什麼 你就給我求出來就對了 但是像台灣啊 來 你看這個題目 他明明是要考切線 但是他就用一個情境把你包裝起來 我覺得這樣有一點缺點就是 如果你的閱讀能力 理解能力不是很理想的話 這可能康總的題目在講什麼 來 我們看一下這題目 他要說小明 利用一個半徑是根號2的圓形圖案 來設計右途的長方形徽章 ABC 他就是要考圓嘛 對不對 我畫個圖啊 這個圖看起來有點難畫 我畫一下圖喔 他說這裡有個圓對不對 台灣的數學教育有一點走火入魔 就一定要用個情境來包裝那個數學問題就對了 好 我看一下他這邊有什麼東西呢 他這裡有一個 這是橘色的嗎 畫得不太好大家不要生氣 就差不多的感覺就好 這裡有個橘色的三角形是嗎 然後這邊有一個什麼顏色的 這是綠色的嗎 這是綠色的嗎 綠色的三角形 好像是這樣嗎 其實我還蠻會畫的嘛 對不對還不錯 好 然後 是這樣嗎 好啦 這樣過來對不對 然後這樣過來 欸 好有點fuel有點fuel 對不對 好 我們看一下喔 把這個題目看完 這是一個圓 然後呢半徑是更浩二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O 我真的對這個文字很多的東西 真的看到有點反感 B 這個是O O A B C四字 他說徽章的左右寬度是多少 左右寬度是4 這個是珠 他這一段長度是1 這一段長度是3 OK 就這樣 呃 圓形圖案的圓心 距離長方形左右兩側 OC跟AB 等距離 等距離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一段等於這一段 對不對 像這種圖形喔 我跟你說啦 我個人喔 看到這種東西啊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直接把這個圖形什麼畫就好 坐標畫 我這種題目喔 我個人就是 其實他很多做法啦 但是如果是我來做的話 我10至89 絕對是坐標畫的 來 大家一起先把坐標走的架上去吧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想法 但我個人一定是把這個坐標畫 來你齁 欸 坐標畫之後 你就可以透過代數運算來解決這個問題嘛 這種就是古典的解析幾何的解題方法嘛 對吧 坐標畫的好處真的很多啊 比如說坐標畫以後 來 這個O就是我們的圓點嘛 就是0 斗點0 對不對 先把坐標寫上去 然後這個珠點的坐標是誰 是1 斗點0 這個A點的坐標是誰 叫4斗點0 來 你看有坐標多好辦事啊 對不對 我要算斜率 要算直線 要算切線 要求點到直線的距離 什麼都嘛可以用 對吧 好 然後他這個題目又說了什麼 來我們看一下喔 它的圓心跟長方形的左右兩側 是等距離 那不就是在暗示你它的圓心的S座標是誰 2 欸講話是2啊 這不是4嗎 到左右兩邊等距離 它等於是在告訴你這個圓心的S座標是多少 2 對不對 好 然後他又說了什麼 呃 而且呢 2 跟OA的距離是3 那不就告訴你它的Y座標是3嗎 就這樣 你要用這種迂迴的方式來告訴你原心的座標 好 乙之歐珠長度是1 再來 還有什麼 歐珠長度是1 不是他給的 喔OK 然後呢 C珠 哪裡有C珠 C珠在這邊 跟什麼東西 珠1 1在這裡 這裡還有一個1 跟這個圓怎麼樣 都相切 同學你有沒有看到 切 相切就是切線啊 然後他這個題目到底要幹嘛呢 他要求AE線段的長度 跟OC線段的長度 我的天啊 來 這個題目 他要求AE線段的長度 跟OC線段的長度 大家來聊一下 同學你會怎麼求 你要怎麼做 後面那是天瑞嗎 不是 不要睡著 陳先生嗎 請問你這題你會怎麼做嗎 請問你這題你會怎麼做嗎 他要求AE的長度對不對 我心裡的想法就是 我只要把哪個點的座標找出來 問題就結束了 對不對 我只要能夠求出這個1點的座標 這個問題是不是就結束了 對不對 如果可以的話 1點的座標知道 AE的長度是不是就能算了 是不是這樣子 那請問你1點的座標要怎麼算 欸 這一條不是切線嗎 如果我能知道這條切線的方程式 然後再跟這一條切線去幹嘛 解零利 是不是就可以知道這個座標 對吧 我心裡是這樣想的啦 那有沒有必要真的做到這種程度 我不知道 但肯定這一題可以用切線去處理 對不對 好 我想要求1點的座標 我寫下來好了 我的想法是這樣 想求1點的座標 OK 還有 要問OC的長度對不對 那不是一樣的道理嗎 如果我能夠知道C點的座標 四次問題也就結束了呢 對吧 這個C點是什麼 就是這一條切線啊 跟哪一個軸的焦點 跟Y軸的焦點 所以我如果能知道這條切線 拿來跟Y軸解零利 這個C點座標就知道了 對吧 我想求1點 然後我也想求 這個叫什麼點 C點 對不對 那同學你就看嘛 我要怎麼去求出這兩條切線方程式 很簡單啊 這是過圓外的一個什麼點 黃天樂趕快進來 過圓外的一個什麼點 這個是什麼點 珠點啊 是不是可以做圓的兩條切線 對吧 這不是一個圓嗎 過圓外一點珠可以做圓的兩條切線 那我們就假設點斜四不就好了嗎 在利用什麼東西 在利用圓心到切線的距離 會長於這個圓的什麼東西 半徑 不就可以把血律酸出來嗎 我們的想法應該就這麼單純嘛 好 來我想我們準備開始來解題喔 我自己是這樣想啦 Solution我們就這樣寫吧 慢慢來 我們今天要求通過珠點 求通過珠點 然後與圓相切的直線 我們就設什麼事啊 設頂鞋式嘛 我們就設 來假設 寫率為M 好 接線寫率為M 這如果是寫計算題 這些都要寫清楚齁 好 來 點鞋式怎麼寫呢 哎呀 慢慢來齁 欸 最近四竹賽開打你們有在看足球嗎 沒有啊 我昨天有看了 德國隊 對啊 對啊 我昨天看日本對德國 日本把德國幹掉 才嚇死我 來 Y-0 Y-0 等於位置斜率M 再乘上 S-多少 S-1 是不是這樣子 就這樣子喔 對嘛 過圓外一點珠 可以坐圓的兩條切線 我們就假設點鞋式嘛 然後把它打開 打開叫做M倍的X 然後怎麼樣 減Y 再減掉M 等於0對不對 好 怎麼解這個M呢 我們要解方程式喔 我要想辦法把M解出來 請問你要透過什麼手段 才可以把這個位置的斜率解出來 我們就利用幾何做法 圓心到切線的距離 剛好會等於這個圓的什麼近 半徑嘛 我們就利用Distance Distance O到L的距離 一定會等於半徑這一個事實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就利用這個事實 好 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點代入方程式 取什麼值 絕對值 我認為他這個考試也一定會考的 哪一個點 當然是1.0這個點啊 欸不對不對不對 我講錯了 是圓心 對不起 我早上第一節課有點腦袋混亂 是這個點啊 是圓心好不好 代入直線方程式 取絕對值 我到底在想什麼 來2.3代進去喔 2代進去是幾個m呢 2個m 塞蛋距離是減3 再減m對不對 沒有錯 除以係數平方合 開根號 係數平方合是m平方 加什麼 好 -1的平方 好 會等於這個圓的半徑特爾說是多少嗎 更號2 更號2喔 更號2 漂亮啊 就是這樣 對不對 那你只要把m解出來 這個題目就差不多了啊 來我們來處理一下這個題目喔 欸我寫上面好不好 寫這邊啊 絕對值 絕對值 2m-m 是m嘛 所以這邊是m-3的絕對值對不對 除以根號下 這是m平方加1 然後等於什麼東西 根號2 欸請問要怎麼結這個m啊 欸兩邊怎麼樣 平方啊 對不對 雖然我覺得問這個問題可能有一點 有一點奇怪 但是我還是想問一下 為什麼兩邊平方可以把絕對值拿掉 為什麼 欸絕對值啊 比如說絕對值A對不對 他的平方 來你看到這邊 我們把它分成兩種情況來看 第一種情況是A怎麼樣 大於等於0 第二種情況是A怎麼樣 小於0對不對 我猜 我真的很擔心有些同學不知道為什麼 平方可以把絕對值拿掉 欸請問你如果A大於等於0啊 絕對值能不能脫掉 可以啊 脫掉就是誰 就是他自己嘛 所以出來就是A平方 這樣冒問題 沒有問題啊 你A大於等於0 這個絕對值等於是沒P用的絕對值啊 直接拿掉嘛 就在A平方對不對 那再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A小於0 那該怎麼辦呢 A小於0絕對值能不能脫掉 也可以脫掉 但是要加一個什麼號 加一個負號 所以它會變成負A的什麼東西 平方嘛 啊求你負A整個的平方 其實就是誰 啊不就是A平方嗎 對不對 所以不管你的A是大於等於0 或者A是小於0 畫絕對值在平方出來的結果 都是A平方嘛 對啊你知道這件事情對不對 好 欸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如果知道我們這邊兩邊平方 得到的結果就是誰呢 得到的結果就是 M-3 括號平方 它下面是M平方 加1 然後等於多少 等於2 嗯不錯啊 可以嗎 來這個把它打開一次M平方 減幾個M呢 6個M 再加多少 9 9 會等於 來這個乘過去 2M平方 加2 對吧 這個有點無聊 但是就是這樣算 來把它移向 M平方 加幾個M 加6個M 加6個M 然後這個是加9一過去 所以是減多少 減7等於0 哇 我們的M終於要算出來了 這個分解的話是M怎麼樣 M-1乘上M加7等於0 欸這你們有沒有問題啊 我都很擔心你們是不是哪個步驟會卡住之類的 所以我們的協律算出來有幾個 兩個 協律算出來等於1 或者是多少 負7 對不對 協律算出來是1或負7嘛 那算出協律之後 理論上來講 來同學看我這邊喔 我把這個1或負7把它帶回去 是不是可以得到這兩條直線的方程式 可是這個題目 我們再仔細深入思考一下 我有沒有真的必要把這兩條方程式找出來 其實不用欸 你知道為什麼嗎 來你看我這邊喔 欸 這個 這個傢伙顯然協律是多少的那一條 是1的這一條 對不對 那欸你知道協律是1是什麼意思嗎 什麼叫協律為1 協律為1的意思就是 你往前走三個單位 你的高度會上升幾個單位 三個單位 就三個單位喔 你這個題目不是就要求AE線段長度嗎 那我就知道他就是3喔 對不對 我也不用真的去解這個1點的座標 因為我知道你的傾斜程度是1嘛 往前一單位高度會上升一單位 往前三個單位高度 當然是上升三個單位 這不是廢話嗎 對不對 好這個OC也是一樣的道理啊 這一條橘色的協律顯然是多少 負7 負7 啊什麼叫協律是負7 你幫我翻譯一下 就是 往前走一單位高度會怎麼樣 下降幾個單位 7 就7個單位嘛 啊不就代表這個OC長度就是多少 1 就是7嘛 這不是1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7啊 到這邊就結束了 是吧 你一邊解題要一邊修正自己的想法 這樣好不好 OK 來看一下這個題目有沒有問題 他擺在最後一題喔 看起來有點難是喔 會顯喔 行不行 天睿哥還行 他旁邊那個是誰 不要睡著 你們今天也有考試嗎 下一節 該不會是考什麼博文之類的吧 對啊 哎 博文 壓到血 太可怕了吧 來 這個 我們再來講那個第12題 往後講回去喔 沒講完下禮拜一還得繼續講 第12題是個不錯的題目啊 來這個題目 考試也是常考的 常課 這題目給他兩個讚喔 好 我看一下這個題目在說什麼 他說給你一個圓對不對 好看一下圓的方程式 s-1的平方 加y-2的平方 擋個多少 9 OK 給你標準式 然後圓內一點P 好圓內喔 他已經告訴你這個點在圓內 P點的做標是多少 叫做2.4 接下來他說 在通過2.4的所有的弦當中 最短的弦 叫做AV線段 哎呀 最短的弦 你們有沒有 剛才有學過弦的概念嗎 好現在就流行不要理老師的意思 就 有沒有學過弦的概念 有有學過就好啦 你就跟我說你有沒有學過就好 OK 這個題目要求什麼 他要求這個最短的弦的弦場 第一題 求AV這個弦場的長度 第二題 他要求直線AV的方程式 這個你們可不可以引導我去做啊 既然郭忠祐有學過什麼是弦對不對 那這一題你們會怎麼做 先畫個圖吧 是不是 來先畫個圓喔 畫個圓 OK 你們的國文考卷是老師自己出的嗎 還是寫那種出版社的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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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出版社的考卷 喔是出版社的 這樣有點偷懶 這樣不行 來畫個圓 OK 可以嗎 圓心是多少咧 同學你說 1豆.2 1豆.2 來圓心叫做M好了 給個名字叫1豆.2 再來這個圓的半徑R是多少 這個顯然是3 我寫在旁邊 來這個半徑是3 在裡面有一個點叫2豆.4 2豆.4大概在哪裡 1豆.2在這裡 2豆.4大概在這裡 來這個點叫做P點 P點 2豆.4 2豆.4 2豆是最短 國中老師怎麼叫 就是以P點為這個顯的什麼點的時候會最短 終點啊 對不對 來寫上去啊 欸寫個key好了 寫在旁邊 就是以什麼 以P點為終點的顯是怎麼樣 是最短的 欸 國中我學過對不對 欸注意喔 國中部學回憶一下好嗎 好 那既然如此的話 那我們大概就可以畫出來這個顯大概長什麼樣對不對 以P點為終點的顯喔 大概是 如果要在圖上把它畫出來大概是這種感覺吧 這樣 那你在A在哪裡呢 A在這邊 B在這邊 對不對 那這個點這個P點就是你的終點 好不好 這個就是你的終點 這樣可以嗎 可以齁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喔 欸請說 接下來要做什麼事 把這個終點跟哪個點連接 跟這個圓心把它連起來 連起來之後再把AM也連起來 再把VM也把它連起來 然後 同學你這邊會看到這個角度一定是幾度 90度 90度 那為什麼是90度我可以小聲的問一下嗎 因為很簡單啊 你把這個M跟終點連起來之後 這兩個三角形必然怎麼樣 全等啊 為什麼全等 你看 這個長度 是不是跟這個長度一樣 這是遠的半徑 他們共用這個長度對不對 我不是找終點嗎 所以這一段跟這一段也一樣 這叫什麼全等啊 這叫SSS全等對不對 還記得嗎 國中是不是叫SSS全等 既然是全等的話 你看嘛 一個平角是幾度 180 這兩個角又一樣 不就一個角度90度嗎 不就垂直嗎 對不對 太棒了 好 那這個題目他要問什麼 AV線段長度 要算AV線段長度 那你只要先算他一半的長度就好 再乘兩倍對不對 這個一半的長度 你現在可以用什麼東西去算 用B式定理去算了 因為這個直角三角形嘛 我簡單的講一下 這一體其實不會很難是吧 來這個長度 不是啊 這個三角形 它的半徑是多少 半徑是3 半徑是3 對吧 然後我們是不是可以算MP的長度 來在旁邊算一下MP線段的長度 MP線段的長度 來兩點的距離公式 可以齁 來兩點的距離公式 怎麼寫呢 平方 坐標相減 來2-1 平方 4-2 平方 坐標相減 平方相加 再開更號 所以這個長度是多少 5 5 5 0-5 對吧 這個是0-5 這個長度是0-5 在哪裡 在這裡 不寫 所以我們現在要算什麼 這個中頂給它一個名字好了 叫做什麼 叫做 等一下 這個頂就是P嘛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直接算AP線段長度 或者BP線段長度 利用B式定理 平方加上 來這個長度 叫做 更號5的平方 會等於斜邊的平方是多少 斜邊是3的平方 我沒有寫錯嘛 對不對 它其實就是這樣嘛 我看一下有沒有寫錯 這是P點嘛 實在是P點 OK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BP線段長度的平方 就會等於9-5 所以是多少 4 那BP線段長度就算出來是多少 是2啊 對不對 這個長度是2 那我們的AB線段長度 不就算出來了嗎 它就是兩倍的BP線段長度 所以答案是4嗎 我看一下 有沒有寫錯 沒有錯耶 對吧 對吧 這樣寫沒錯吧 好 這是我們的第一小題 求AB線段長度 來 第二題 剛才這是第一題 這種題目明明就蠻簡單的 那為什麼擺進階題呢 來我們看第二題 第二題它要求AB直線方程式 要怎麼求AB直線方程式 這很簡單啊 怎麼求 你要算AB直線方程式 首先你要先掌握它上面應該要有一個什麼東西 它應該要有一個定點對不對 我們要寫點斜4 請問那個定點是誰 就是P點啊 P點做不要叫做2-4 那我還猜一個什麼東西 斜率 斜率啊 斜率怎麼算 你說老師我怎麼知道這個斜率是多少 MP跟AB是什麼關係 垂直 垂直斜率相乘要等於多少 -1 所以我們是不是好像可以先來算MP的斜率 MP的slope 我看一下喔 重軸差比橫軸差4-2 然後是怎麼樣 2-1 所以這算出來的斜率是2 好 所以AB的斜率是多少 AB的斜率 乘以2應該要等於多少 -1對不對 垂直嘛 對吧 垂直斜率相乘等於-1 所以AB的斜率 上面不要寫棒棒 來AB的斜率 斜率就是多少 2分之-1 欸 有點有斜率 那我們就準備寫AB的直線方程式 來這題答案怎麼寫 來寫點斜次 Y-多少 Y-4等於-多少 2分之1 再乘上S-2 好 寫這樣就可以了 好 考試看你要不要把最後的答案再整理一下 整理成一半式的型號 可以嗎可以嗎 看一下答案對不對喔 好應該沒問題吧就這樣咧 好應該沒問題吧就這樣咧 我想問但我不知道該不該問 你猜我想問什麼 欸你猜我想問什麼 這個題目其實我覺得有個東西我很想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解釋就是 你怎麼知道以P點為終點的顯示最短的呢 為什麼 對啊為什麼 如果我這邊再畫一個因為我一樣大的眼 嗯 切 來 來 畫得不太好 但是 將就一下 這個圓心在這邊 然後P點在哪裡呢 P點在這邊 P點叫做2到4 過P點的顯示那麼多 你怎麼知道以P點為終點的顯示最短 你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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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我這邊隨便畫 我想想看喔 隨便畫哪一個 畫這個好了 過P點的顯示那麼多條對不對 怎麼了 對不對 我現在畫的也是其中一條嗎 剛才這個是AB 阿這個叫什麼 C珠 你能夠用國中的方式來說明 這個怎麼說呢 這個AB線段長度 一定小於C珠線段長度嗎 有辦法說明這件事情嗎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顯示最短 為什麼 因為它看起來最短 我們真的可以當學嗎 壞 他終點離原心 怎麼樣 他終點離原心 A 國中生怎麼解釋喔 你們國中到底會什麼東西啊 看起來最小 目視法 好 比如說 同學你看喔 我找這個C珠的終點叫做誰 這個終點給個名字好了 叫做N 這樣可不可以 如果把MN連起來 這個地方一定會怎麼樣 一定會垂直 對不對 對吧 想想看喔 國中生大概知道什麼東西 然後再把這個MP把它連起來 對吧 那我們就知道一件事情 來 根據什麼 國中有學過 來大腳對大邊 不知道這個可以 國中有沒有學過大腳對大邊 有喔 在這個三角形裡面 大腳對大邊 所以MP一定會大於什麼東西 等一下 MP一定會大於什麼 MN對不對 我看一下 大腳對大邊 MP 線段的長度 一定會大於 MN 線段的長度 這對我們解釋這個問題有幫助嗎 我想想看喔 好像有 好像有喔 來想想看 只能用國中的方法 好 那我們來看喔 這個AB線段長度 它是不是可以拆解成 兩倍的什麼東西 AP線段長度 拆解成兩倍的AP線段長度 然後它又可以寫成 AP線段長度 我們可不可以用B式定理來寫 AP線段長度 是圓的半徑嘛 再扣掉 這是什麼 MP線段長度對不對 所以是R的平方 再扣掉 這個是MP線段長度的平方 對不對 我這樣寫我寫錯嗎 看起來好像沒有 這個C珠呢 C珠 它可以寫成兩倍的什麼 兩倍的CN嗎 兩倍的CN 不知道這樣寫可不可以喔 你要幫我看一下喔 它這個東西可以寫成兩倍的根號下 來什麼東西 這個CN可以寫成 來這個是什麼 R減掉 欸這樣可以嗎 是不是不行 欸可以耶可以耶 可以寫成R減掉什麼 R平方減掉MN 線段長度平方 我看一下 R平方減掉MN 線段長度平方 B式定理來的 欸好像可以喔 來同學那你看這邊 欸大角對大邊啊 MP是不是大於MN MP欸你看喔 你減得越多 代表這個值就越怎麼樣 越小喔 這個值就越怎麼樣 越大 所以C珠一定大於AP 欸這樣解釋可以嗎 就如果用最 就是用最少的觀念去解釋的話 大概這樣講 應該勉強還可以接受 對吧 不然你們國中老師到底怎麼教 我的問題在哪裡你知道喔 我的問題就是說 過這個點的弦有那麼多喔 你怎麼知道 以P點為終點的弦最短 為什麼 why tell me why 為什麼 這很直覺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好不好 好看一下 還有沒有什麼時間可以講 別的題目 沒有 好像沒有了 那沒關係 我們禮拜一再講 好不好 我們明天要考試喔 可以嗎 好了 明天就考試 然後禮拜一會發頭卷 順便再把課本習題 能講的再把它講一下 好謝謝各位 今天就先這樣 大家辛苦了